卡特包直升机来到村子 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医生 村子很穷 这里的人衣不避体 过着很原始的生活 几番周折后 他们找到了孕妇 孕妇已经开始发病 全身长满水泡 炎炎一息地躺在床上 罗德取好了孕妇的血样 准备和卡特离开 但直升机要过几天才来 他们只能暂时留下 几天后孕妇快生了 罗德准备给孕妇接生 想让卡特去帮忙 但卡特却认为 女人和孩子都会死 做这些只是徒劳 孕妇生下了孩子 但也导致了大初选 母子双双毕命 两人的分歧也开始越来越大 为了给猴子们安乐死 南希筛选了一批年轻的士兵 并对他们进行安全培训 详细告知大家 埃博拉病毒的危险性 没有疫苗 也没有治愈方法 而且他们的对手 是500只极具攻击性的猴子 南希一再强调 这项任务非常危险 有任何疑虑的 都可以选择退出 现场的士兵 没有一个人举手 南希刚刚得知 丈夫杰里 因为担心她的安全 向上级请求 顶替她完成这项任务 而上级也已经同意 这让南希非常生气 和杰里大吵一架 实验室里 皮特正在对饲养员的血样 进行检测 本以为结果会和平时一样 却没想到 真的检测到了埃博拉病毒 这就证实了美国本土 已经出现了第一例 人类感染病例 而且病毒很可能已经传播出去 南希马上找到罗德 要求她配合工作 尽快对喉舍工作人员 及家属进行检测 家属们陆续赶来了医院 有人隐约知道了埃博拉的消息 摒弃林神 不敢过多言语